Youtuber艾莉莎莎日前在颱風天轎车 不料卻發生被司機丟包的意外 她透過IG限動分享了在轎车APP上 向客服投訴的截圖畫面 艾莉莎莎透露自己要前往台北市 但正好遇上颱風 於是她準備轎车出行 不料司機沒有搞清楚接送位置 明明已經在她家面前經過 卻停在距離她家100公尺外的地方 還載了別的乘客離開 疑似根本沒發現 告錯了客人和接送位置 白等一場的艾莉莎莎 對此感到既無奈又傻眼 最後只好向客服投訴 也只給了司機三顆星的評價 她憤怒的直言 在颱風天被司機丟包 害她在颱風天在外頭白等 氣得她殺點心臟病爆發 怒斥司機的不專業 也流露出自己的無奈 也來不少網友安慰 希望艾莉莎莎下次不要再遇到這種衰事了 謝謝 你 我愛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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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